大都会博物馆每年都有几十个特别的展览 那么今天我们就锁定 孙季欣博士策划的 Besop捐赠的玉器展览 那里面的玉器非常精彩 请大家随我进去参观一下 我们现在在大都会博物馆 亚洲部的玉器展览 那现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Besop捐赠出来的玉器展览 现在目前我身边的是孙季欣博士 那我想请问一下孙博士 那Besop的这个捐赠 为什么那么重要 能够成为亚洲部100周年庆典的展览 请你介绍一下总体的这个情况 好 我非常感谢这个乔宝给我这个机会 是吧 来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展览 Besop展览之所以重要 不单纯是因为它数量多 而是它是因为西方 就是说美国吧 第一个中国玉器的收藏 因为现在来讲 西方人收藏玉器并不新鲜 那你在看好多西方人收藏玉器 不只是纽约 其他地方芝加哥 旧金山 这些其他地方很多人都是玉器收藏 但是他们比Besop 要晚了将近半个世纪 晚很多 那么Besop收藏的时候 西方对中国的玉器还没有了解 因为西方人最早对中国了解 基本是中国出口词 可是玉器因为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 西方并没有 西方即使是宝石的雕刻 也基本上是作为首饰和装饰 真正用宝石做大的雕塑也很少 所以玉器这种独特的文化 对西方来讲是很陌生的 他为什么会最后集中在中国为主的玉器的收藏 就是因为他去了天佛尼以后 结果在那看到了一个笔筒 那个笔筒和这个笔筒很接近 大小也差不多 那这件笔筒呢 上面当年的这个笔筒雕的是呢 雕的是这个王羲之蓝亭序 就是当年王羲之他们在这个蓝亭集会 饮酒 驱水流伤 上面雕着好多的人物 竹子呀 山林啊 还有这个弯弯曲曲的溪水 杯子在水上浮着 他一看以后觉得不得了 他很惊奇 因为有人跟他说玉器啊 这个玉实际上比这个金属要硬 钢比玉器是要软 钢是刻不动的 那要叫在玉器上做任何的雕塑 其实是要用沙呀 非常硬的金刚沙在上面来一点一点的研磨 所以你看起来这些复杂的图案 不是像你刻橡皮一样就可以刻的 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很复杂的工艺 非常的细致才能做这样 所以从那一刻开始 他集中把他的精力来收藏玉器了 但是如果你看B社的收藏呢 那你会看到说B社的收藏 基本上是清代的玉器为主 他有一些其他时代的玉器很少 那他收藏这么多的东西 他对这个兴趣很大 他觉得收藏到这一批玉器应该给大家看 当然也可能是让大家知道我收藏的东西好啊 这个可能有这个想法 他主要的他觉得这是一笔财富 这个东西如果将来再散掉很可惜 把这一批东西集中起来放到博物馆里 让所有的人都来看 这而且是传播这个是文化 他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而且他有这个经济能做 那所以他就决定他说 我决定把这批东西捐给一个博物馆 当年呢他是大都会博物馆的董事 他好像也是西边这个自然博物馆的董事 他其实是支持几个博物馆 但他觉得说所有的博物馆里是大都会博物馆的 他们最好 管理的也好 而且有实际能力 所以他说 我决定把这批东西捐给大都会博物馆 这个东西捐给大都会博物馆以后呢 不只是纽约地区人 所有的地方人都可以有机会来看这个东西 来了解这个最精美的这些艺术 所以他在2002年把捐给大都会博物馆 他捐给大都会以后 并不只是捐这批玉器 他还捐了一部分钱呢 很不小的一部分钱 目的就是让大都会来就是装饰 扩张他的一个展厅 把所有的家具 当年是从法国定做的 那这个展厅其实就是在 你如果现在从我们那个政厅上来 从那个大堂上来 在走廊这边就是现在你看 中国那个佛教大壁画 还有那个佛教雕塑就是那间屋 就是那个展厅 那是因为随着博物馆不断地扩张 博物馆不断地改建 所以他当年这个展厅已经看不到了 他当年根据他家的客厅 完全全盘照搬这大都会 把这大都会展厅按进他家的展厅 客厅的方式布置 所有的家具全是同样的 这个是当年他做的一件事 我觉得他这件事确实对于我们今天来讲 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而且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讲 我们是他的受贿人 BESOP的《捐赠》这些预期有一千多件 但是我知道孙博士这次挑了一百多件 可能是最精美的作品出来 那请你挑几个重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我们这回今天选的几件呢 基本上是乾隆时代的 最有代表性的最大的一件 就是应该这个大玉海 这个我想是我们博物馆收藏最大的一件 也是西方收藏当中最大的一件 除了北京武功有比它更大的玉器 那么整个西方收藏玉当中 没有比这件更大了 这件它的重要不单纯是这个东西的体量很大 这么大的体量整个制作起来 它是很难的对吧 但是更主要的说这个东西代表了清代当年非常高超的艺术 而且它还有它的历史 北京北海团城上有一个大玉海 是当年元代忽必烈 忽必烈做的一个大的玉海 大概有这么大 那一件大概有几尊重 当年那个玉海实际是装酒它 忽必烈当年用它装酒 后来到了乾隆的时候 突然发现就在北京这个城西 有一个道士的罐里 用它来在腌咸菜 拿它当腌菜的缸了 所以乾隆老爷赶快把这个东西找回来 又重新放置在北海团城这个地方 那当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所以这个清空里的这些玉桌 就根据这个东西来做了一件这个大的玉海 不可能做那么大的 所以是反元代表 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讲 是以那个做一个model 对吧 以那个为样本 当时没有那么大 但整个它的这个造型 以及它上面的这些装饰和那个是类似的 当然了 因为清代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可能是完全照搬 比如像忽必烈那件很大 上面是云 还有好多海兽 龙等等 那么清代的时候 因为是玉涌 所以就是龙了 但这个龙是叼得活灵活现 是我想你能看到玉体当中 这大的盘龙的玉体当中 是最精彩的 更重要是里边还有名文 里边有乾隆的玉体的名文 所以告诉我们确切 具体这件东西是哪年哪月做的 所以这非常重要 这个就是1774年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玉体 那么另一件很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童子牧牛 其实到了明清的时候 这个中国其实古代一直有 但是到明清就更明显 就是用这种吉祥语 这种吉祥物 来做雕刻或者艺术的题材 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小童 和一只大水牛 是吧 但是它其实里边还有其他的意义 一 这个小童手里是拿着一个稻碎 是稻子的碎 稻谷一般的中国来讲是丰收的意思 这个作为农民 中国也很大农业国 所以大家都希望年年都有收成 而且年年都是丰收 那这两个稻谷手里是代表丰收的意思 而且牛是耕牛和农业有关 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中国的这个语言 这个稻啊 稻稻就是每年的意思 所以这叫稻稻年丰 就表示每年都是丰年 所以看起来是一个稻稻 但是其实是稻稻年丰 而且耕牛小童 这个雕得非常好 这件另一方面 你也看到这个雕刻就是这个玉工 是非常独出心裁 因为这件本身是一个这个 这个略微带一点这个绿色的一块白玉 是吧 那么但是在上面呢 还有一点点这些褐色 褐黄色的这些斑 其实这是它有意留在上面的 当然一般人希望这个玉是说 纯白或者纯绿没有其他颜色 可是如果在这样大的一块雕塑 完全是一个颜色的就很单调 那它故意把这个玉皮上这点斑点留在上面 所以它表面上有一些颜色的变化 这也是中国人独特的一种 taste 白皮留点香 採考看 它是因为让它有一些颜色的变化 另一方面呢 如果完全是绿色呢 这个颜色比较冷淡 那所以它有一点比较暖的颜色在上面 也有一些变化 这个是它有意的 所以你会看到说 每一个玉的这项雕塑 其实我们叫做匠心独具 就是它其实用了很多的心 用了很多心思来考虑 哪一个地方要把玉皮雕出掉 哪一个地方故意留一点 来表现它这个表面的质感 表现它的色调的不同 所以这是一件非常精彩的东西 那么能推测这是皇家的这个预降做出来 对 那么从几点 一个是这么大体量的东西 民间是很少的 因为清代不像今天说 你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预料 不是人人都有这个能力 而且这么大的这么好的预料 也不是一般民间都能做到 另一方面主要是做工 像这一类这么高超做工 基本上应该当时是给皇帝这个做吧 到18世纪的时候 开始有比较大量的翡翠来进入中国 那么翡翠呢 中国人呢 当然是另一类材料了 可是也是非常喜欢 原因是因为它这个绿啊 非常强烈的色彩 非常鲜艳的绿的色彩 那么像这么大块的翡翠 这么好的绿 用现在的土话叫水头很足啊 是吧 其实就是意思是说 它的透明度很好 很光亮 颜色非常纯正 而且非常鲜艳 像这样大的很少 那么这件东西呢 它的特点又是 它是和中国古代瓷器 宋代这种瓷疹 完全是做成这种 小儿童的样子 这个呢 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 就是中国希望多子多孙 因为中国人觉得说 一个家庭的延续 是靠子子孙孙不断延续下来 所以这种瓷疹本身 不单纯只是一个很活泼呀 很可爱的一个小的小孩子的形象 其实也代表了中国人 多子多孙的这种概念 这种愿望 那这一件东西 翡翠的东西 这个在当时也是最好的功了 因为翡翠虽然和玉看起来一样 说很硬 对吧 硬度和玉是没有大区别的 玉大概是6.5 翡翠将近7 比普通何天玉还要再硬一点 但是翡翠它的纹理呀 和这何天玉是不大一样的 另一方翡翠的抛光 和玉的光也不一样 这个都可以看出 是当时最高潮的工艺啊 刚才我们讲的 这毕师本他收藏玉 后来就他 不只是对中国的玉有兴趣 他开始对全世界的玉都有兴趣 那么他收藏了世界各地的 比如说中美洲的玛雅文化的玉器 新西兰这个毛利人的玉器 他甚至收藏到一些欧洲非常早期 实际时代的玉器 因为欧洲没有这个玉器传统 只在非常早的时候玉做的工具 他还收到北方 这个埃斯基摩人用玉做的工具 所以他收得很广泛 那在这个时候呢 他收藏的时候呢 也看到了这个印度默默尔王朝 默尔王朝呢 他的就是艺术方面 很独特的一点 就是他的玉器 这个基本上其实他风格和波斯的风格很接近 在玉的表面上用很多的宝石和金银嵌饰 这和中国是没有的 中国认为玉已经至高无上最完美了 在上面再加之画蛇天族不可能有 对吧 但是这个默尔王朝 它是非常非常的华丽 上面有很多的色彩 所以这个东西和中国绿细比例 完全不同的格调 但是它有它另外的一种的美 金光灿灿 而且非常的绚丽的色彩在上面 香很多宝石 然后有金银 那他对中国其实呢 在这个时候就是乾隆的时候 很多人啊 说进贡也好 送礼也好 是从这个印度经过西方 经过新疆的部分进来 然后送给乾隆 那么进来以后乾隆也喜欢 乾隆还在很多人上面 上面课诗啊 乾隆的我们有一个碗 上面有乾隆提的这个诗 他讲说这个恒都斯坦遇如何如何好 和中国的怎么不一样 这没很多 那对中国的预期也产生一些影响 就是中国的预工呢 或多或少也受到这种风格 觉得哎 这是一个很新奇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看 我们这里有两件 就比较典型的 这两件东西呢 就是实际上是应该七件 叫七宝 那有马呀 有像啊 像驼的瓶子 马驼的经书 这个其实都有一些佛教的故事在里面 马驼经嘛 像驼平时 太平有像 那你会看到这上面呢 有好多红色的小的这些流石 而且有枪金 就是签在上面刻出文献的把金填进去 所以用金色的花纹再加上嵌的宝石 也是珠光宝器 这就是横渡斯坦玉器 墨墨尔王朝玉器 对中国玉器的影响 中国玉器其实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有很多是从外边来的因素 只现在因为你 它已经完全被中国吸收了 消化掉了 那你可能会看不见 所以这个东西你看起来是中国玉器 但是你要知道说 它其实的艺术来源 是从莫尔以起来 Beeshop除了它自己收藏到的作品之外 这个是它自己委托给人家做的这部分 定做的 定做的 最后又成为收藏的一部分 先给你介绍一下 它因为对着玉器兴趣很大 那这个时候欧洲是不克玉的 欧洲虽然不克玉 但是欧洲时刻很发达 而且克宝石是没有问题的 西伯利亚这种玉的特点 中国叫做菠菜玉 它是绿颜色 上面带一些黑点 这个黑点其实是它 猛合这个铁的杂志在玉当中 所以你会看到 它对这个玉的兴趣 最后已经导致它说 我要把自己这个像刻到玉上 这个是它留给我们的 非常重要的一件文物 不只是说明它对玉的兴趣 而且也像我们介绍说 欧洲的文化当中 欧洲的匠人 欧洲的艺术家 来怎么再做这个玉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毕射其实我觉得它留给我们的除了一些玉之外 学术上非常有意义的 是它的这个大的目录 这个东西它重要在哪里 一是它非常全面的记录了所有世界各地 玉器的这些制造 玉矿的分布 材料 那更重要对于我们来讲 它有一套插图 一共十二章 他请了中国的一个艺术 就是当年一个画家 画了一个十二幅的插图 从导杀 就是怎么准备摩玉的杀子 一直到开玉 比如把玉材拿出来 怎么打孔 怎么镂空 怎么刻花 怎么抛光 整整一套玉的制作过程 这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 记录了全部中国玉器制作过程 最早的记录 在这之前没有 而且在此后几十年 也一直没有这么好的记录 所以对于我们所有研究玉器来讲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 学术意义非常之大 数量不多吧 它只印了一百册 就是一百本了 一本是两卷 就印了一百套 而且在它的遗嘱里 已经写很清楚 不要卖 这本书是1906年出版的 它已经去世了 它其实没看到就很遗憾 我还有个问题 问一下孙博士 这是1902年的一批预期的捐赠 那我知道亚洲部一百年来 有很多艺术品的捐赠 但是预期方面 有没有第二批 类似这么大的捐赠 亚洲部呢 其实预期是收到很多的捐赠 但是这么大数量的 这是空前绝后 如果现在的收藏家 他自己有很好的 这个玉石的收藏 他能不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来捐赠给大都会博物馆 或者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呢 其实整个大都会博物馆 我们这个博物馆的这些收藏 90%以上 甚至可以说95%以上 是来自于捐赠 因为特别近年来更是这样 文物现在你可以看 这个文物的价格 不是博物馆一般可以买得起的 博物馆的经费 可能买几件差不多了 那我们的这些东西都是收藏的 那么收藏人其实没有什么 我们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只要你是真心 是吧 热爱工艺事业 你愿意把你东西捐给博物馆 你可以捐给博物馆 当然你可能会有一些条件 要求说博物馆要永久保存 或者是要怎么陈列 这些都可能 但是呢 这个博物馆来讲 是欢迎所有的人 欢迎所有对艺术有兴趣的人 来捐赠博物馆 捐赠给博物馆 来支持博物馆的工作 非常感谢深植兴博士 给我们介绍 他策划的这个BESOP的展览 这个展览是到2016年的6月24号 6月24号来结束 欢迎大家来参观 也非常感谢今天这个机会 向大家来介绍大都会收藏 希望大家今后多有时间来 在这个展览之后 我们会展览一个宝石钓客展 这个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 是BESOP的收藏 也是非常精彩 非常感谢深植兴博士 今天给我们介绍这么多 非常漂亮的预期 谢谢 谢谢 谢谢官长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大家